這個禮物大家也有 因為剛剛那個中東主教說 他從來不是為他自己 為大家 你看 真是好慕人 給我慶祝生日 就是叫做團體的團結 共有好處 那就慶祝吧 所以大家共享 亲爱的主教,因为有疫情,所以我们还是安全几天之间,不切,不吃蛋糕,以东方的方式放鞭炮,送寿包来庆祝生日,这等一会记得带回去要庆祝宗主教,特别为宗主教祈祷,还有李主教的私人的礼物,这个是我们主教团的礼物。 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主教团的决定,说福传大会,然后就是在8月7号,这一天就是闭幕弥撒了,我都不敢讲话,因为从小是,从小是人们要给我庆祝生日的时候,我说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从小我比较害羞,不要不要庆祝了,可是后来呢, 当神父后来当主教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原则啦,我一定不会邀请你们后来给我庆祝的,我不会,可是要庆祝我的生日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了团体的好处,为了教会的好处呢,为了我们的团结,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融,那我就接受,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大家的庆祝我很感谢,那因为今天一来的时候,李主教就告诉我, 这怎么会是这么巧的,所以我在弥撒当中,我就一直想了,对啊,所以正好是说,70岁的生日,然后又结合上这个福传大会啦,所以,所以呢我就,天主给我一个征兆嘛,所以我就是在福传的工作上面,要陪伴大家,一直往前走嘛,所以这个我坚决的就这么做了,好,这个我最大的使命啊,就来吧, 今天前来为中安祝总主教庆祝70岁生日,除了主教团及福传大会人员外,还有教廷驻华代办家安道蒙席,即副代办达宝路蒙席,他们两位还在前一天,专程前往台北主教公署,为中总主教祝贺 而在中总主教生日的前夕,台北主教公署的员工也给主教一份惊喜 4ục官ätt上失考栏宝 하겠습니다 祝你生日快樂 主教生日快樂 謝謝謝謝 你們都很有點子 主教要發表感言嗎 發表感言啊 先發表感言 請主教發表感言 發表感言就是 今天第一個感言就是 我們要 要把我們 教區的 所屬的產物 我們要維護好啊 剛才我們到那個 興殿的 興壇 興壇那個地方去看 我們的所屬的不動產的 請你們看 那關心教會 然後也發展我們的台北郊區 這個是一個主要的 那我很高興的就是 這個 職員 我們同仁的共榮 那這是我們強調的 這個也是我所喜歡的 這個家庭的觀念非常好 所以 謝謝大家 的 記住 因為 這個是 真的是 我沒有想到 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你好 你們知道 既然沒有 全是 因為我們這是分流 昨天就 慶祝過一次了 次是另外一流 今天又慶祝 今天是 今天是一流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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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疫情的关系,公署员工才分流上班,形成不一样的分流庆生。 庆生会最特别的是,来自台北主教公署附近的天主教信光幼稚园小朋友。 他们为主教献上美丽的歌声,主教为他们讲耶稣的故事。 好漂亮的哦,每一个小朋友都很漂亮,和你有精神。 主教好。 哇,太棒了,很好。 哪一位是班长呢?哪一位是班长? 你是班长的吗?你也是班长哦,你也是班长哦。 你们一个班级有四五个班长哦。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比天赋,我们比天赋 祝你生日快樂 祝家三月快樂 祝家我愛你 我也很愛小朋友 我要表現你下來 小朋友 一個人一個 來 一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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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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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